108年的台东县中等学校 继国民小学联合运动会田径赛 1年2天是在台东县立体育场进行 将选拔出108年全中运的参赛选手 而在第一天的赛事当中 高选多年的高中组男子400公尺的记录 是由台东体中高中部的陈正吉 以及李浩伟双双的刷新 教练李泰山更表示 他们选手实力坚强 进军全中运夺牌有望 名枪起跑选手们奋力向前冲刺 挑战自我极限 为的就是夺得全中运参赛门票 108年台东县中等学校 继国民小学联合运动会 不仅是县内三大运动盛会之一 更是选拔全中运资格选手的重要杯赛 9号期一连两天在台东县立体育场举行 来自县内各种小学高中值千位选手参与争取夹击 那这个年初的这个中小学运动会 是选拔我们台东县代表 对参加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一个 主要杯赛之一 选手参加的人次有1300多位 那参加的项目有将近100项目 赛事首日便有三项四人次打破大会记录 其中由官商工商王祥义保持高悬多年的 高中男子400公尺记录 由台东体中陈正吉及李浩伟双双杀星 台东体中位为台东县夺金的金库 陈正吉和杨宇恩两位选手更被视为指标性选手 具有夺牌实力 目前我评估的会得牌的项目 是我们学校高男族的1600阶 以及高男的400 陈正吉跟李浩伟 对于全中域的目标就是希望在400 400阶力 400公尺个人 400公尺可以拿下金牌 然后也对于这次的团体 4×100阶力跟4×400阶力 可以完成教练的希望 就是拿下双金的部分 我目前是练400阶 然后我在港都被拿下第四 然后最佳成绩是64年 然后也取得全中域的资格 然后在去年全中域拿下第五年 今年我想要在全中域拿下前三年 今年台东县运会参赛人数 相比往年略微减少 但选手实力不减反增 连日赛事打破14项大会纪录 相信在4月中下旬即将登场的 108全中域赛事场上 并能夺得佳基 为台东县相经镀营 记者夏家会台东时报导